來明哥我要問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大家就在講說 那物價指數會通膨緊接線 聽起來可能離自己還有點遠 那我們就看看 大家很多人是外食族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外食族在第一季 還要繼續漲 因為那高點還沒有到 什麼時候 三月 那我們的經濟部的什麼樣的措施 就一樣嘛 就是約業者喝咖啡啊 大家坐下來談一談啦 還有賣者又來了 賣場又要設置平價專區了 或甚至不知道說 如果今天但是缺少的話 有沒有可能到時候要來一個催生國家隊 希望機可以多升一點 那我們剛才感謝我們的這個Mark Young 這個網友斗內 說今天會不會聊這個三立老闆的狀況 我們就不聊他的身體狀況 因為其實也沒有經過官方的證實啦 楊明哥你自己怎麼看 這老招用不停就好像真的 不只是講法平行時空 連做法都沒有在參考國際上 甚至在過去怎麼來處理的 其實今天大概這兩天 大家很多開車的朋友 會趕快開車到哪裡去加油站 為什麼因為禮拜一馬上油價 因為過年這段期間都動漲 那禮拜一要恢復 目前已經傳出至少要汽油 這個92、95、98都要漲到1.2 那柴油要漲到1.4 至少可能目前明天要以明天 這個正式宣佈為主啦 當然現在已經很多的預期 就已經開始往這個加油站去加油了 所以很多民眾這個就會有感嘛 而且一次你如果現在是30塊 漲一塊多的這個油價 它會創下這個是將近一年9個月來的新高紀錄 所以很多民眾就會覺得 我先把它加滿 至少省那一點點 你知道就民眾的小確幸居然是這個 所以你從你從這個 這是人性啊 所以為什麼每次只要傳出啊 雞蛋要上漲啊 然後衛生紙要上漲 然後大家都要去先囤 對我先省那一點點 但老實說其實沒有差太多 但是呢 接下來重點是我們看不到未來有 還漲的空間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啊 那我舉個例子喔 比如說 現在很多民眾剛剛講外食喔 你知道現在很多超商 他們會有這個所謂的集齊品 然後呢集齊品比如說今天12點就報廢的這些食品 晚上比如說5點6點就貼一個 6、5折7折這樣的一個 那個集齊品的這個 生鮮食品的這個打折喔 你知道現在居然有網友在 往臉書上面貼那種攻略叫戰守折 比如說哪一家店大概在幾點的時候 你去會貼上那個標籤 這表示什麼 大家要去追求這個 因為這個他沒有過期 他只是快要到期 他就先用這個方式來促銷嘛 那大家開始會去 注意這個東西表示什麼 大家寧可少花一點錢啊 因為你看一個假設一個100塊的一個 一個假設一個超商便當 變65塊 你說會不會大家會不會覺得 有感這個就會有感嘛 所以人性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我能夠省一點點錢 我都要去追求 可是當現在會有這種叫戰表示什麼 大家都覺得外面普遍物價很高 我去超商看看有沒有便宜的這個便當可以買喔 那這就是人性啊 那可是我們的官員會不會看到 我告訴你官員看不到 為什麼 你知道我們政府機關我知道 詩老師如果有去過立法院也好啦 行政院也好 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佩軒以前跑新聞有沒有吃過 我剛開始跑新聞你知道立法院一個自助餐 你知道那個時候買餐券你知道多少錢嗎 一餐25塊 這麼便宜 四餐一湯飯還給你飯湯免費吃到飽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現在已經沒有了 可是呢現在你說像過去我們想想講台北市政府地下一樓的這個自助餐 過去曾經很有名的是50元便當 四餐一湯 現在沒有了 現在也沒有了 現在變成好像是要70塊左右了 可是因為去年因為疫情好像也沒有廠商要去做 可是呢 對於這些軍工教的人員他又加薪 可是他的消費又相對低 難怪朱澤民就是一直搞不清楚外面的物價 沒錯啊請問這些官員這些高官有幾個人會自己跑到外面的這個攤商上面去買東西的 會真的去超商去什麼便利東西什麼去購物去真的親自去購物的不多啦 要自己去買便當的也沒有幾個啦 甚至你知道像立法院 每天那個立法委員他的便當都是直接你知道那個 議事人員就送過去送過去 就在開委員會的時候就會在你桌上 對你知道我以前看過一個你知道身價上億的 那個財產申報身價上億的立委哦 他都專門去立法院旁邊的50元便當吃 然後呢有一次我就問他說 哎我以為你為什麼都吃這個 他說這樣我才能存錢啊 你看連身價這麼高的立委他都要挑便宜的便當吃啊 所以各個地方我們一般老百姓嘛 所以當我們今天外食價格你就是什麼都漲的時候 可是你官員無感我說民眾就會特別有感 那因為官員無感所以他沒有辦法預先警覺 因為他覺得我們這個行政院我們立法院 我們這些官方的這個餐廳的這個價格沒有漲價啊 他覺得說一般民眾應該也一樣吧 很抱歉他離人民太遠了 當你離了人民太遠更越來越遠的時候 你的施政就會出問題 我說真的像我們自己過年這一段時間 從一月到現在 你有哪間餐廳不漲價的 你知道我過年前看到一個最有趣的 他跟我說那個 那個那是外來的這個連鎖的餐廳啊 他跟我說這個增量20% 所以我價格提高20元 好結果呢我點了之後 奇怪好像跟我以前點的那個量差不多啊 結果你不會有感覺說他到底增量到哪邊 可是他就把你價格提高 那他會說沒有沒有我們不是漲價我們是增量 所以配合把這個價格提高 你看這也是很聰明的做法啊 其實我吃完我覺得那個飽足感跟以前一模一樣啊 對啊所以可是他價格就是把你提高了 那所以我說商人永遠都要反映成本啦 你成本就是會增加 你國際原物料的壓力還會持續的升上去 那不要忘了還有一件事情 接下來很多人都講說 為了要因應這個通膨要怎麼樣 要升息嘛 好銀行利率一旦增加之後 接下來我們台灣有很多叫什麼 房貸族 他們每個月的銀行的貸款的利率增加的時候 你不要小看這 如果你外食一個月增加1000塊 你利率可能你一個月要繳著付的房貸 多1000塊 那個壓力就是double了 你又通膨又有升息的這種壓力的時候 很多基層民眾會喘不過氣來的 所以這個政府一定要很謹慎的來應應 否則可能你以為說升息可以解決通膨 結果沒想到會導致另外一波的壓力 這才是問題 真的是正面不起來這樣聽完之後 等於說我完全都在上漲當中 我物價開始我7000塊變得少 然後房貸要背更多 然後我也沒有感受到我正面的薪水上面 有跟著一起調升 徐鵬老師其實我們還記得在不久之前 那時候蔡政府還有蔡英文他就說嘛 他宣布說2022要調整基本工資了 調幅是五年來最高 你都看得到這一些標語 這一些slogan 然後勞動部長許明春更料出了一個 他就說這諾貝爾經濟學的得主卡德 他頒出他的理論又順便告訴你說 調基本工資是不會影響到物價就業跟機會 那現在看起來到底是什麼 我先講就是說 基本工資是這樣子是有 但是不少人是不是信討他此吧 連臨時空都沒有 就是差不多就是一年 整整一年這個樣子嘛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表示說 數字是看起來是很亮麗的 但是它是冷冰冰的 他們沒辦法說我們內部分配 也許是中低階層 他這基本上是有比較難過坦白講 那分配的部分 我比如說馬總統八年 其實我們GNP這個成長其實還蠻不錯的 但是呢其實你沒有做到跟中國在做 有來往的那些相關的那些事業的時候 其實是比產業的時候是比較難一點點 坦白講啦 所以我們同樣的 你知道我們目前看到的就是說 不知人間疾苦以外呢 那基本上是頭痛以頭腳痛以叫 就是說各個部會做嘛 然後也沒有中長程的這樣子的計畫啦 想到哪裡做到哪裡啦 就機動性的調整嘛 我當然我不是總體經濟學者啦 但是我在念博士班的時候 因為我是國際政治經濟師我一個專長 我必須要去你知道他們那邊修一些課啊 我印象中我們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有四個項限 就一直每一次是在看 第一個就是說比如說利利啦 然後呢會影響說我們的這個工資嘛對不對 那工資會影響就業嘛 然後會影響這個進出口嘛 那進出口會影響我們的貿易的 這樣子的條件等等這些東西啊 那是你知道嗎 動一髮牽全身的啊 我說我們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拜託這個蔡總統的姐夫也是 中研院的經濟學者 台大經濟學者 難道他們都不知道嗎 我其實我目前看到的這些東西 曾一本因為他你也知道 他就比較會打電動而已 比較可愛一點點而已嘛 比較像小聰明而已嘛 你知道現在的民進黨中生 那就是這樣子的程度而已啦 我必須要講說 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是什麼呢 我們也知道說 因為你供給下降嘛對不對 那當然你目前需求不定的話 價格一定會上漲啊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王美花就是跟月子喝咖啡嘛 比較以大意嘛 那你怎麼辦呢 第一線的就是說 那個連鎖店的早餐店的老闆 或者是原料的提供者 那怎麼辦 他不像我們啦 少吃一兩顆 或者因為虎林講的 至少兩個禮拜不吃了 但是那天你蛋可以說怎麼樣 你們一般來講是價格提高嘛 價格提高你知道 那個板面板那個銅鞋嘛對不對 你怎麼能打叉叉這樣塗掉 那只好要少 但少料怎麼辦呢 但你可以說八分 你知道八成的蛋嗎打80%的一顆蛋嗎 沒有人是這樣子打的啦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是不賣嘛 或者就是沒有東西可以賣 你加一顆蛋就是沒有了啦 其實生產者這個部分其實 有牽涉到就是飼料的這個部分嘛 那飼料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OK我認為溫育等等淘汰母雞 都就是固定的啦 那是所謂的季節性的啦 那傳奇呢那你可以怪疫苗對不對 怪這個疫情嘛 但是我還是講到說 難道我們事先不可以怎麼樣的 多元化分攤嗎 對你現在臨時就可以講說 我要從美國從日本從澳洲掉蛋 你要半年啦 那我們其他那個飼料可能是更長的 我還不講說飼料那個其實 在芝加哥是有期貨市場的 那我們為什麼國家沒有做這些東西呢 成績種子會補貼而已嘛 我還是一直在強調說 這中間有很嚴重的貓膩 就是為了公投來租這個部分 我們為了跟美國交代 我們是不是故意我們的黃曉裕進口 怎麼樣擋住了 然後這怎麼樣的 然後壓迫我們那些進口飼料的人 就不要讓他進口呢 那這些弊端到底是誰要去處理 這誰做的決策呢 是陳其重做的決策 蘇貞昌還是蔡英文呢 我就講說應該有人去處理 其實現在社會上 媒體現在已經差不多嘴巴差不多是這樣子了吧 然後學子幾乎也是不講話嘛 找那個聽話的 你要是可以拿幾百萬的那個計畫嘛 其他人都不講話啊 然後檢察官在等政權轉移吧 所以我們現在在等什麼東西吧 等52台我們就在這裡講 YouTube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 我們聊天